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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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直到如今 他还尚未排定下家 在今年8月初 克劳福德曾在采访中表示 他倾向于加盟76人 我喜欢这座城市 我喜欢他们的篮球理念 我喜欢他们对于篮球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热情 我一直非常欣赏富雷特·布朗教练 在这些年里 我一直是他的粉丝 他们目前有很多天赋一饼的球员 诸如希蒙斯以及恩彼得 他们都是我喜欢的球员 富尔茨就像是我的小兄弟一样 雷迪克曾和我一起并肩作战 如果能去那里打球的话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耀 克劳福德当时说道 尽管克劳福德年岁已高 但作为三界最佳第六人 他仍然能够在板凳席位球队提供帮助 76人上赛季在恩彼得和希蒙斯的带领下 已经成功闯入了半决赛 在休赛期 菲成失去了伊利亚索瓦和贝利内利这两位投手 上赛季 76人的三分命中率仅仅在联盟排名第12位 如果他们想要和东部其他好强抗衡 球队就必须要加强远头 而这显然是克劳福德的强项 在整个职业生涯底 克劳福德场均能够命中1.7个三分球 目前 76人名单上有17人有合同在身 他们也会在训练营开始前队阵容进行调整 如果克劳福德加猫 那么他也将会有效补充球队的板凳火力 猫大熊 欸